我经常看到有粉丝给我留言 说想看看我家的装修图子 就给他参考一下 其实我们家呢是老房子改装的啊 还有粉丝留言呢 说想看一下我的硅房 满足你们 先看一下 这个是客厅 你们看我弟弟在吃饭了 我最近在减肥就不吃了啊 然后这边镜头过去呢 就是堂屋了 这只客厅他流鼻涕 所以就放在堂屋给他保温 这是堂屋 我之前装修的时候就装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这边看呀 这个是 这边本来是个房间啊 因为东西太多了 拍视频的道具 我就拿来做杂物房了 这个房间不好看 我们走不拍 走走走 你别笑 杂物房跟堂屋呢 我都放了好多拍视频的道具 太烂了 好 这边是厨房 这个是室内的厨房 另外的话室外还有一个灶台的厨房 等一下给你们看啊 我做的是开放式的厨房 油烟机的质量还是挺好的 炒菜的时候都不影响 这里有个房间 这个房间 我不用进来 这个房间是我堂弟睡的房间有点乱了 就不看 我们先看要楼上啊 我弟弟在我们的镇上上班 他经常回来住 我们家这个房子不是新房子啊 是老房子翻新的 是我自己装修设计的 嗯 差不多装修了一年吧 效果还算满意吧 我打90分吧 这里说我的闺房 这就是我的闺房了 你们都看出来了 我喜欢粉色 给你们看一下窗外的风景啊 你们看 这个是我一大清早就来拍的 真的好美啊 大白他们经常也会放在河里面哦 是不是很美我好喜欢 不管在我家的哪个位置啊 都能看到这个河景 特别是每天早晨是真的很漂亮 你能认出来大白在哪里吗 这个呢是我的梳妆台 我装的是这个透明的 透明的台面 我喜欢这种 还有这个墙上有放东西的这个 它是一个520哦 是我自己叫木工设计的 这些都是我叫木工设计的 好 接下来这边就是我的衣帽间了 然后这边是我的衣帽间 这边呢是我冬天的衣服 然后这个拐角住呢是我秋天的衣服 还有这边这边是这边都是夏天的衣服了 这边夏天的衣服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电脑桌 一个书柜 这边是我的我的鞋子 放在衣帽间的鞋子 基本上都是没穿过的 平常穿的鞋子 放在一楼的鞋柜 这里呢是我弟弟的房间 你看我弟弟的被子是红色的 我为什么给他买红色 因为红色那张呀 你看这里面传不是我传不是我弟弟的衣服啊 什么是我弟弟的衣服 我比较爱收拾爱干净 所以我就让我弟弟给收拾得干干净净了 还有这边 这边是洗衣机 在这里 然后这里风景我觉得还可以 你们看看 现在已经是中午了 那个云雾已经没有了 我们这个桥是可以过车的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茶室啊 二楼有一个茶室 二楼呢我没有做客厅 就做了一个茶室 然后有一个大露台 这是洗手间 那边有个茶室 公子请喝茶 你别笑 这个是茶室也是我的直播间啊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大的露台 我可喜欢了 这边还有一个大大的露台 我可喜欢了 大白二百摧花都能看得到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的花园 花园 但是自从 给我进来 但是自从养额压以后呢 我就种菜 就给他们种菜了 然后这边呢就是 晾衣服的地方 我这样设计呢 就是 下雨的时候淋不着 太阳来的时候门晒着太阳 还有这边这边可以看河景 你们看 可以吧 我们家这个位置就是不管是在哪个哪个方位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这个河景 我特别喜欢 风景还可以吧 好了 我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 室外吧 走 看一下室外了 这个房子的负型啊款式啊都是十年前我们的前一辈建的房子 我是把它的户型啊有很多地方都把它改了 还有一些开门的位置啊老房子吗大家懂的 有个别的地方不太满意啊基本上都还是挺满意的 这边呢就是院子 因为我比较爱干净嘛所以我就贴了瓷砖 但是贴这个颜色我有点后悔了 主要是这个瓷砖跟这个围栏的颜色相撞了 平常我们吃饭也可以在这里吃 好现在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菜园子啊我有菜园子的哟 这是我弟弟的摩托车 这个菜园子呢我是做了隔间这样子我们不管是摘菜种菜啊 都不会弄脏弄脏鞋子了啊 我给你们数一下我种了多少种菜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八 我种了十八种菜 我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菜 这个菜我们的方言就叫弟弟菜啊 这边有点太厚了都有点 有点长要开花了 这边要好一点 然后这边是葱 这边是葱 葱 葱 摄影师过来这边是香菜 香菜 好的看一下菠菜 菠菜 这是菠菜 然后这个呢是芹菜 这个是芹菜 芹菜还没长大 还有那边呢 莴笋 那个叫莴笋 莴笋 莴笋 哎对 还有这边呢 红菜团 红菜团啊 红菜团呢 我不喜欢吃红菜团 所以我就种了几颗 这里还有四季葱 你看四季葱 我都是种了只种了几颗啊 那边有这个豌豆尖 豌豆尖豌豆尖 你看 你们知道这一棵树是什么树吗 这棵树 这个树是柿子树 我那边还种了一棵 哦 那个叫桃子树 说是当年结果的 不知道明天会结果 然后这边还种了胡萝卜 看到没有 这个胡萝卜呢 大白特别喜欢吃 所以我就种了 那边还有花菜 种了几颗花菜 这边呢这个是包菜 包菜 你看这个已经开始卷了 开始卷了 啊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这里还有铜蒿 铜蒿 这边 这边还有萝卜 这个萝卜苗呢 是是种给大白鸭鸭吃的 这边这个菜呢 这个叫娃娃菜 娃娃菜 这个是种给我吃的 我喜欢吃 还有那边那几颗是青菜啊 青菜我只种了几颗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菜 这个菜 它是专门吃那个白菜排的啊 我最喜欢吃啊 所以我种的很多 种的最多了 然后从那条路 从这个桥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这里呢就是 从我们的县城 从我们的镇上到我家 然后我在这里这个路 就车可以开到我家门口啊 进里面出来就是我老家了 我家这里呢 到我们的镇上啊 开车 有五分钟这个样子 但是到我们的县城啊 就比较远 有四五十公里 但是到我们到其他县城挺近的 15分钟就到县城了 开车15分钟到这个地方 交通还是很方便的 哎呀这一棵叫什么花我忘记了 这个去年开花的时候可漂亮了 是我家最漂亮的花 我家这里面种哪棵葡萄树哟 葡萄树 明年可以来我家吃葡萄啊 嘿嘿 这个地方就太吵了 大白他们很吵 这只鸡呢 是养来过年吃的 这只鸡是 不是培训听话的那只啊 就是专门养来过年吃的 这两只兔子呢 也是过年吃的 给你们看看啊 一公一母啊 过年的时候如果想吃就吃掉了 如果不想吃的话就再养久一点 还有你们看这个是大白 这个后面这个是脆花啊 我家这里现在有四只成年的鹅了 你们看 应该是五只哦 一共有四五六 一共有六只石头鹅 鸭鸭也有好几只 呃剩下拍视频的剩下的鸭都是过年吃的 这个是雀三鸡 雀三鸡是培训的 还有里面那只也是听话的鸡啊 这是凤头鸭 一共有六只凤头鸭 还有科尔鸭 好了接下来我就不介绍了 我随意拍 然后你们慢慢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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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好 啊 那头鸭 到我 再把吴很难 啊 你还不聚存 我还不穿啊 你还不相信我 似乎故乡的地雲 我爱这么一度往常 一心在风中摇摇晃晃 多少年不曾停止流浪 是什么让我走掉回家的渴望 我玩故乡的弯弯 你吹了你孤单 我又回到旧位的故乡 岁月的路啊 被几个烧藏藏 让我再次拥抱 互相的风光 我爱你 你吹了你 你吹了你 想在风中想要玩玩 多少年不曾停止流浪 是什么让我留了回家的渴望 我忘记了一晚 一年吹了一路灯风 我又回到了久违的故乡 岁月的我累计多少残葬 让我再次拥抱 故乡的故乱 一年吹了一路的奔放 我又回到了久违的故乡 岁月的我累计多少残葬 让我再次拥抱 故乡的风光 一年吹了一路的奔放 我又回到了久违的故乡 岁月的我 女人